HELLO 大家好! 今次要打避山門天 今次打了一隻無反傷的雕閃 一直以來很多人都說 可不可以試一下無反傷打避山 其實這些是你又不打 是不是你自己叫人打什麼意思 我想看你打 你想看鬼是嗎 打避山門天用無反傷 除了事不行 你有什麼理由會這樣做 為何我打呢 因為我真的沒什麼做了 其實想順勢說一下 現在怪物彈珠的拍片問題 其實大家都知道 就算是你看SR的影片 他也很少出片 因為我覺得只拍怪彈 可能他會覺得好像沒什麼好拍 其實我所有超絕 都已經打到七七八八 即是有課金沒有課金 其他奇形怪狀 角色 盡量去試 大龜打我一直都沒有做 第一次 我相信我多無聊也好 都不會故意大龜打 這是違反了自己的遊戲原則 今次為何會帶雕閃呢 因為我覺得雕閃這個角色非常強 看上去他任何被動都沒有 即是他不對應任何陷阱 看上去非常平平無期 但實際上呢 他這個角色就比較特殊 因為他是將來打這個水爆絕 我個人認為會比較合適的一個極運角色 另外他由於有水耐性的關係 你看到他撞一下被三門天 然後再回復迫那個補血 其實他扣很少血 相對地扣的血量很少 但也是那句 說真的 正常人 你又怎會拿雕閃去打給三門天 即是你好像我已經極運了一隻 接著就 人人在打給三門天的時候 你就沒什麼做 那你沒什麼做就試一下 即是你挑戰自己 即是有些人是喜歡拿龜挑戰 是我不喜歡的意思 那其實也是那句 即是你見回SR 或者其他 我偶像都很少出怪彈片 你見到他都不知道 當然他有很多 他另外有一個是拍VBOT的頻道 他都不知道再怪彈 即是遊戲頻道 他就很少出怪彈 那也是因為怪彈 其實那些超傳已經七七八八了 所以你見我都比較少 即是比例上是會少出怪彈的影片 因為技巧上我自己認識的東西 我都說了 那除非有時候可能要介紹一些角色 即是新角色 或者有些未講完的角色 有些是很久都沒講 即是下集 例如 像張飛 關羽 這些都好像很久沒講過 那有機會才講完 成吉思汗都是 那這些是有空就會講 沒辦法了 所以說回相對上 我相信我怪彈的影片 那個比例是會少一點的 當然如果台版出多一些新的超傳 例如 百奇靈 武專靈 或者出水爆 其實火爆也還有 暫時火爆也好像沒什麼好拍 即是所謂的無課金陣 兩隻武專 一隻尼尼斯 或者秦始皇 其實都可以想像到 其實打法上不會差很遠 有課金和無課金的打法是不會差很遠的 那盡量吧 但我又不可以出太過雞的角色 即是你不可能出太差的角色去打火爆 即是我的實力未去到這麼 即是可以carry一隻龜來打 所以 火爆差一點點的角色我都未必過 因為我暫時都不熟 大家都是打兩個小時 還有爆炸他一個月開了一次 想練都不能練 怪彈的缺點就是很難練到東西 有時候想打水超 練一下卡點 你都是沒有的 暫時怪彈未有練習關卡 所以就是這樣 沒有反射怎樣打給沙 就特意找些東西撞一下 即是你貫通就好一點 通常有都是出貫通的 很少會出反射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貫通容易減速 因為貫通撞到東西減速的配率是高很多 即是很容易會停低 如果出反射的沒有反射 你很大問題 因為這一關很難用反射特意停 除非撞到遮理 如果沒有遮理的情況下 你用反射是沒得打的 我相信 除非你的反射是極低速 即是剛剛百多二百速 即是彈兩下會停的 你一定要特意挑選一些無反傷的反射 如果你真的要去挑戰的話 你沒有可能帶一隻三百多四百速的無反傷角色 我自己相信 都蠻難做到的 因為你越高速 即是你越來越多 正常人都不會這樣做 我相信 接著說回水爆 其實這隻雕善一出的話 我都知道水爆都差不多 加上之前台版的廣告 最後有兩秒 加把烈式降臨 即是害怕你看到的 是極快 最後只有兩秒 不知道幹什麼 整段廣告都沒有關係 即是那四條 COSPLAY 那條在玩 在打 即是用豪華角色 在打龜的關 接著 最後突然要加插一個加把烈 我的確是官方頻道的投資 但它是私人影片 但官方的私人影片經常被人找到 因為YouTube的私人影片 只要你有網址可以看到 但不知為何一次次被人搜尋 我不知有心自己放出來 假裝是流出的 即是吸引人注意 過了不久 他就刪除了一段影片 但相信都是今個月出的 他不會 即是很多朋友說 官方刪除了一段影片 可能要遲一個月 是不會的 不要這麼白癡 如果他真的想著今個月出 他一定會出 他不會因為 一個遊戲的企劃 是不會因為這麼小事 而延遲一個月的 因為各方面 對Marketing 收入的營運很大影響 即是人氣各方面 那我相信 他都應該很大機會 是今個月出的 除非他本身 就不是想著今個月出 那儲定豬 今我一定不會出 好老實說 即是我 今時今日 我是不會再課怪彈 因為怪彈 對我來說 已經不是一隻新遊戲 不是因為很新鮮 通常課金 都是因為這遊戲 你玩了沒多久 你一個新手 很難起到手 即是強化道具又不夠 覺醒素材又不夠 那你才會課金 那怪彈我已經上了鬼島 其實根本 可能你會說 沒有木天打水爆 是難一點 但你可以和人借 你可以借好友 那我還未至於 因為一隻寵 而令到真的要課金 即是今時今日 對於老史佛來說 是 你要去課金 是很難的 特別台版 即是 我的寵這麼齊 故意為一隻加8點課金 是說不通的 今時今日 我應該都不會這麼衝動 就是這樣 如果你是一個新手 你可以拆木天做手抽 如果真的有的話 一定 一定 以 現在的新時代 我都說了很多次 我不想重複 什麼新時代 九時代 怪彈是分 新版 即是新時代 和舊時代 因為在地雷反傳 這麼多情況下 老西發揮不大 但我一向都不會說老西廢 因為老西可以打到 九超絕 加上又可以打到 大部分的究極 甚至我打這個秒陰武基 有時遮不到好友 我都是選老西 其實一隻可以打到這麼多關 你可不可以說他廢氣 我覺得就不可能 只不過 木天的確對應到新版本的降臨 比較多 所以就各有各好 其實你抽到哪隻 如果新手來說 抽哪隻起手 我覺得都OK 即是你抽到老西 或者木天起手都OK 其他超獸 乾神那些 乾神那些 乾神我用了一段時間 大家覺得怎樣 他一定是厲害 但你說他是不是真的 取不取代到老西 我覺得他跟老西是有些距離 仍然是有些距離 但某些新關的究極是方便 好像秦始皇我都會出乾神 因為他有地雷 但就 講回一些 只要一去到沒有地雷的關卡 即是有反傳的關卡 即是說刁禪 即是廟陰無機 那我又會出回老西 所以就各有各好 但是抽到乾神 可以起手 這件事我覺得有點傷確 都可以的 但就 我覺得方便性 就不會有老西那麼高 如果你問我 即是個人 我給你那個感想就是這樣 那獸神角色 如果你想起手 一定是愛麗絲和阿瑟 但其實說真的 阿瑟是方便 但他沒有一個決定性的輸出 即是 你抽到新手 用阿瑟起手 其實 我覺得 亦都不會有老西那麼好 如果你問我新手起手 我自己的評價 一定會 我都是排老西第一 即是老西或者木天 哪個好一點 就見仁見智 講得你抽到哪隻 都立即起手 即是木天和老西 但其他角色 我覺得 你可能要拼一些 拼一些 拼一些 A或者S級的角色 才好起手 即是拼回龍馬 也好 拿破也好 甚麼都好 即是只有一隻乾神 或者一隻阿瑟 就不太建議你起手 如果你有阿瑟 有 愛麗絲 兩隻都有 你就立即起手 即是 我沒這麼說 因為我太久沒有做過新手 我已經忘記了我的 新手是怎樣捱過來的 當然 一開始就一定要拼水碟 水碟是真的打了很多關 雖然我個人是不喜歡水碟 我個人不是太喜歡水碟 但水碟無可否認 他打了很多關 首先是王泉 以及現在王泉靈 或者不動明王 都可以用水碟做幾關 角色 例如打獸神龍 那個 你打火獸神龍 或者打這個 水獸神龍 都可以出水碟 其實水碟真的蠻煩 雖然我不是太喜歡 但如果新手是一定要拆水碟 第一隻 這個是沒得說 你拆其他 一定的效益 是不會夠水碟那麼大 你有了水碟之後 你可以拆很多東西 那 自己衡量 那 到底今時今日 做了剩剩怪彈 新手淫入 限制 都 如果 我都玩了不少手機遊戲 其實怪彈 都算是一隻OK的手機遊戲 都算是這樣 我覺得都 都算是這樣 就是 我玩完的時空之門 你要強化一隻東西 已經難得PK 強化素材 那 相對怪彈來說 是二點 因為怪彈很多途徑 讓你拿到很多龜 或者很多蛋 即是你狂開分身 然後拿一顆寶石 去買兩張券 說真的 你拆到你牛 即是其他遊戲 就算開到分身 你都不容易可以養到 養到你的大好 例如我講的 就是 使用支援這些 完全單機遊戲 我可以講 其他一些都是 即是 很多遊戲 就算開分身 都養不到你的主好 那 台版的怪彈 可以買到很多強化道具的券 你開分身就很容易做到 所以我覺得怪彈這個遊戲 也是值得 即是暫時我玩那麼多手機遊戲 雖然現在有點悶 但怪彈都仍然是排在第一位 即是 各樣 人設畫風又不是太差 即是 雖然偏向Q版 我不是太喜歡 但都 都算漂亮 那些畫 你覺得 有些都蠻好喜歡 即是 完全是正常畫風 那可能我講閱讀 這些完全是有少少Q版 即是閱讀 天照 欸 就有誰 其實 黃泉的比例都是Q版的 說真的 那些都是 正常比例應該是八頭身 那些 黃泉的應該是六頭身 是Q版的 已經 所以就是這樣 但都OK 都值得去玩 即是我不會 我不會特地 其實大家看開都知道 我一定不會是官方打手 即是我有哪次不是罵台版 你看我Facebook那裡 真的罵擦天 那時空支援 剛剛被我少完 大家有 可以看我的Facebook 對 那 我問過人 原來真的現在申請的Facebook帳號 是有點複雜的 少了我真的申請不到的 即是 不知是認證的 所以很多人是 你看留言就已經暴露到他們 是沒有看我的Facebook 當然我不是說黑責自己Facebook 但很多事情我Facebook說完 然後很多人留言說 龍馬獸神出 怎麼看呢 麻煩你 今次的影片就到這裡 下次見 拜拜